放年假了不出去玩 在家美容一下也很不错 所以有农会他们推出一系列的青木瓜美容产品 还有全台湾唯一能够拿来敷胸部的木瓜胸膜 而曾经啊 这位是引起陆克轰动的农委会的毛主席 还牺牲了色相 掀起了上衣 亲自贴起的胸膜来推销 让青木瓜产品是红到对岸去了 让陆克抢着买 贴起上衣 大方露出胸膛 敷起胸膜 你还记得他吗 或是觉得有心面熟 可别认错了 他不是对岸的毛主席 而是云林林内乡农会的毛主席 我要会增加我们胸部的弹线 可以抗低心引力 推销起自家木瓜产品 曾经引起陆克轰动的林内乡农会 推广股掌陈俊吉 抛开害羞 女性产品讲得比谁都用力 要搞清楚 如果你贴错的地方 把胸膜当成面膜再贴 贴到像我 就贴错了 脸就会肿起来 木瓜弹力美胸膜 两片给它浮上去 全台唯一胸膜 标榜能美白私密部位 还能抗低心引力 最取其木瓜精华 木瓜美容产品 从胸膜 面膜到卸妆乳 应有尽有 农会女职员 上班也要把握时间 敷起面膜 皮肤变得白皙透亮 木瓜酵素就连最难分解的 糯米粉加水搅拌 都能分解 陆客买回去 纷纷写信 转脱代购 他吃完不晓得怎么买 所以是写了两封信 我有打电话去给他 林内乡农会 有毛主席当火招牌 牺牲色相 亲上火线卖木瓜凶膜 难怪红到对岸去 周路新闻江戴景 林梦张宁 今晚云林采访报道